我想我那个年代长大的人 就是要不断地考试考试 其实你要如果问小朋友 最讨厌事情是什么 他们就是考试 所以我们学校没有考试 没有月考这件事情 那没有考试不代表说 我没有办法去评量孩子的学习 那所以说我们是会尽量 去鼓励孩子 以前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认识你自己 认识自己 你有什么样的天赋 你有什么 你觉得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你想要学习的事情 或者认识你自己 你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会做到你认为不够的完美 你要怎么想办法去克服 你才能够成为你那个自己 那我觉得如果孩子可以做自己 那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 所以让孩子能够 随着他的自信去自我发展 那么回到一般的这种教育体制 或现行的教育体制 不管在哪个环境之下 您的孩子有没有不喜欢的 某一些教育制度上面的部分 我两个小孩 第一个就是差异性很大 哥哥就是 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 可是大概就是都很平均 所以你只要不要叫他写功课 不要叫他考试 上什么课他觉得都无所谓 反正老师就讲嘛 他有没有在听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在意 那其实弟弟就会很明显的 他可能对于那种 数理啦逻辑思考上面 他就学习的比较慢 可是在国小可能还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到了国中高中之后 那个压力就会来了 所以他就会很不喜欢 那我就一直跟他说没有关系 我也不在意 可是他就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各个好像都均衡发展 他会有压力 所以你跟他说你不要去补习 可是他就会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去补习 比如说他国中要升高中 他是第一届会考的白老鼠 所以那时候就很清楚 他国三下学期 那个生涯仪表板 告诉你说你适合念什么 你不适合念什么 然后他就回来拿了一个分析表 给我看说老师说我数学很烂 叫我不可以去念普通高中 我说这样子哦 那你自己觉得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那可是你知道什么是高职吗 他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学校给他 传递一个错的印象是 他因为这个科目不好 所以他应该去选择 而不是说你到底喜欢什么 你适合做什么 是不是你未来 还可以有机会去探索什么 张小姐这边 有碰到过孩子考试压力大吗 有 我老大他国一的时候 就是大概都会一个月 就跟我说他修学 他修学一年 我后来去学校看 问这些孩子同学嘛 其实同学都说 姓妈妈他明年如果不上学 你就让他不要来啊 我也吓一跳 我是希望同学去家里请他 回去学校的 那就是学校有考不完的事 然后我也曾经看数学老师 真的是带着鞭子 带着鞭条去上课的 所以后来我儿子说 他要学习 可是不一定要在学校学 他这样跟我讲 我会学 我想学 可是我不一定要上学 就这样修学一年 所以其实在 孩子在学校里面碰到的问题 有时候反而是给我们 为人父母或大人一些反思 就是说他在适应这个学校的规定上面 或自己在承担压力 找到自己的成长的出口上面 可能是需要一起来帮忙 那孩子还需要帮忙呢 我觉得如何发展出他们的天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因为我一直觉得 也许每一对父母不一定 都能够给孩子非常多的金钱的资产 但是如果能够帮孩子 协助他找到属于他自己天赋的 那个特质的话 也许他这一人生受用不完的 这种无形的资产 我们下期再见